为了让修读广播系的学弟妹们拥有更多且更完善的拍摄器材完成作业 还将学院理修探放映会广播系学生利用所剩余的资金购买拍摄器材并捐赠于母校作为回馈 总值高达1109零级 在移交仪式上,理修探放映会副主席庄宇梅表示 感谢老师一直以来的栽培与鼓励 以及在短片拍摄上所给予的意见与纠正 才会有一部又一部出色的毕业作品 同时,他也借此机会代表广播系学生 感谢所有赞助商所给予的物资与资金上的协助 放映会才得以圆满进行 今天是11月1日 我们毕业后的一个月 也是我们毕业生对母校回馈的一天 是位寒江学院广播系的学生 在这两年又六个月的时光里 我们常遍酸甜苦辣 在这里学习,用施苦,成长 今天,我请代表Dashio Time 毕业生捐赠总值1109零级的 拍摄器材于寒江学院 回馈学院对于我们的栽培和教诲 同时,我要对各位赞助者表达谢意 是你们给予的物资和资金上的赞助 我们的放映会才能顺利进行 而且学院器材才能得以提升 对于每一位对放映会的贡献 我衷心表示感恩 另外,寒江学院副院长 继传播系系主任邱金云 在致辞上感谢并赞扬毕业生们 毕业后不忘回馈母校的精神 他们的捐献将大大的提升 该院的教学数字 学生也得以掌握及使用 更新且更完善的拍摄器材 Dashio Time放映会之广播系学生 所捐献的器材 包括三脚架、单脚架、滑轨 球形云台、指向性麦克风 手提摄影灯、环形打光灯 稳定器、摄像机摇臂 悬挂式麦克风及麦克风质感 韩式新闻记者采访报道